Hello,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岔老师 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学习零基础抢先学的第七章,是一个新的篇章 一到六章我们学习的是财务会计体系 而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会计 老规矩,我们先看一下本章的一个概述 从考试角度来看,本章依然属于一个比较照的章节 考试的时候很有可能考察我们的不定向选择题 而分值占比也高达15分 而本章讲解什么内容呢? 管理会计概述,它肯定讲解与管理会计相关的一个内容 本章两大部分内容 首先是我们管理会计的一个宏观的概述 其次呢,我们学习一下管理会计当中的一个分支 也就是成本会计 而这一章的学习,依然建议同学们在我们预科阶段 以搭框架文主,知道这一章讲什么内容 有什么考点,具体的细节 我们在基础班里详细讲解 千万不要陷进去 如果你要陷,我们也要陷在1到6章当中 第7章,虽然说比较重要 但是呢,并没有我们资产、负债、所有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相关内容那么重要 来,我们先讲一下管理会计的一些理论内容 小刀老师,我从4个方面给同学们讲解 分别是管理会计是什么 管理会计的体系是什么 管理会计要素有什么 以及管理会计核算时的一个原则 来,先看一下定义 我们来回归一下 在我们课程第一章当中 小刀老师给同学们讲解了什么是会计 来,回答我,什么是会计 会计是一个工具 它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我们转换成可以表明企业经营信息的工具 而每天信息提供给谁 提供给对会计信息有需求的人 比如说老板,政府,债权人,投资人和社会公众 这些人拿着会计信息来进行各自的相应决策 老板拿信息更好的经营管理企业 政府拿信息可以知道我们企业有没有脱税纳税 债权人拿信息可以知道我们企业经营的怎么样 能不能还钱 投资人拿信息决定是否给我们企业投资 社会公众拿信息决定是否来购买我们这家公司的股票 而我们一到六章学习的财务会计 它其实更多的是提供给企业外部信息的需求者 而我们本章学习的管理会计 这一部分会计提供信息 更多的聚焦在我们企业内部使用 这就是管理会计和我们一到六章学习的会计的本质区别 一到六章学习的会计叫做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我们提供的信息是给企业外部人员使用 而管理会计我们提供的是内部里面使用 来看一下定义 什么是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 主要服务于单位内部管理需求 通过利用什么各种信息结合相关业务 我们在单位的规划决策控制评价的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管理 对 这些定义其实看起来非常的枯涩 按照小大老师我刚才讲解 我们明白管理会计和之前学习的财务会计的本质区别即可 管理会计对面 财务会计对外 掌握这个层次即可 预计办的时候千万不要咬文嚼字 说老师这都什么意思呀 是怎么规划 怎么决策 怎么控制 怎么评价 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 我们考试要硬试 讲完定义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之间的区别 小大老师帮你们画了一个表 从服务对象来看 我们管理会计是服务内部人员 而财务会计服务外部人员 从职能定位来看 管理会计更多的是创造价值 要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当中 而财务会计更多的是记录价值 把这个价值展现给我们外部人员看 而核算方法来看 管理会计它更加的灵活多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信息是给自己人看的 自己人就没有必要去搞一些形式型的东西 我们只要能达到目标即可 而财务会计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财务会计信息需求者属于外部人员 外部人员有12345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这个时候为了保证我们会计信息的一个可靠性 各种会计信息正常要求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供标准的程序和方法 以上呢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小拓展 客户呢你把定义再读一遍即可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管理会计的一个体系 我们对比记一下财务会计体系 财务会计体系不就有什么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吗 基本准则相当于是一个宏观框架 具体准则相当于是我们针对财务会计核算的每一步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 应用指南是对我们企业的一些熟问题进行指导 立体指导 而放到我们管理会计体系 我们完全可以拿过来找办 我们这里的基本指引就相当于我们的基本准则 应用指引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具体准则 案例库相当于我们的应用指南 就相当于这个指引体系可以看成两个字 规定 我们规的屁股告诉我们该如何我们应用管理会计 产出我们企业内部需要的信息 同时呢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的基本指引属于管理会计的基础 应用指引是具体的规定 它相当于是主体 案例库不就是我们的实例吗 这里也是简单了解 那接着呢 管理会计包括哪些内容呢 而书本上我们在应用管理会计时分为四大板块 应用环境 工具方法 管理会计活动 信息与报告 这些部分在我们官方教授当中有几页纸 对吧 几项工作 在我们林基础 抢先学这本书当中 也有几页 但我个人认为在预科班的时候 没有必要说 数无据细 把这些内容全部学习完毕 因为太理论 太枯燥 我就希望同学们 预科班的时候 过几率预快就好了 我们怎么应用管理会计 来产出企业内部需要的信息呢 我们单位首先呢 要分析应用环境 即我们企业内部的环境和外部的环境 在分析环境的基础上去思考 我们需要哪些内部信息 然后呢 我们应用一些合适的工具和方法 进而开展我们的管理会计活动 最后呢 产出信息 生成报告 我们掌握一个流程 先思考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和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呢 手上有12345678910 十个工具 思考呢 我们为了达到目标 需要应用哪些工具 然后呢 拿着工具来开展活动 提供信息 生成报告 这是一个逻辑链条 同学们必须清晰的认知 那应用环境是什么 内部外部 而内部环境 比如说我们企业管理模式等等 外部环境 经济环境 行业环境 以及我们的法律环境 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思考完之后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需要解决什么样的内部需求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 对吧 了解我们产品的成本 了解我们要不要投资 要不要融资 然后呢 去思考每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法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这个时候产生了我们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方法 这样呢 我们使用领域方法去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 然后呢 产出信息 生成报告 这个流程 自己课后 把我们的讲义去读一遍即可 我重点讲一下 工具方法 来咱们看一下 管理会计服务于我们企业内部 而我们企业内部 对快据信息的需求也不一样 有的老板 想需要一些内部信息 来决定自己的未来企业发展方向 有的老板 有的经营者 需要一些内部信息 来判断自己的预算管理 如何 想知道自己的成本构成是怎么样的 如何更好的管理公司 如何投资融资 如何进行绩效管理 如何把控公司的风险 而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问题 我们实际当中 都有很多的方法 把我们解决 这些方法 预科班不讲 我们基础班也不会展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内容 不属于我们财务会计的内容 它属于什么 属于管理会计相关的内容 如果说你要考试 你要考管理会计 这些每个方法都要掌握 去计算 而我们考财务会计 我们写的是分路 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些方法 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战略地图 价值链管理 滚动预算 灵机算 弹性预算 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 屏幕面前同学 你们肯定会产生疑问 苏老师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但这里千万不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因为这不是我们考初级会计书 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考试考不考 考试考 但是非常简单 咱们考你 他问 营运 管理领域 有哪些方法可以运用 有A B C D 选什么同学们 选ABC 为什么呢 因为D 情景分析 是投资融资管理领域 用的方法 掌握到这个层次即可 在基础办的时候 我稍微再详细展开一下 毕竟考两分 这就是我们管理会计的要素 首先是环境 然后去找工具 第三个应用工具 开展活动 第四个生成信息和报告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管理会计 应用时的一些原则 战略导向原则 融合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 成本效原则 这些内容 也是可口读一遍 为什么呢 它属于冠冕堂皇的废话 就是一些官方话术 考试也不考 你读一遍 而以上呢 就是我们管理会计 这些概述 我也没花多长时间 小十分钟 因为意义不是很大 考试 虽然说考十五分 但是十五分里 不会考刚才那个概述太多 我们考什么 考管理会计当中的 其中一个分支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 也就是我们的产品成本合算 在我们企业进一步中 我们要加工产品 然后出售 赚取利润 可是呢 这个产品的生产 不是非常简单 不是小道士 这样 大也动小也 变 变出产品 我们要进行研发 进行加工 打包和运输 这个流程非常之复杂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需求 我们想知道 我们产品的成本是多少 了解产品的成本 可以帮助企业来判断 我们之前的产品预算 对吧 和实际成本之间 有没有差额 进而帮助我们企业 进一步降低成本 提高我们企业的一些生产技术呀 一些经营管理的一些需要呀 这就是我们产品成本的 核算的一个意义 老板想知道 我们生产的产品成本多少钱 这样的话 他才去思考 能不能再降低成本 然后呢 成本和利润对比 老板想知道自己赚多少钱 这就是产品成本核算 那接着呢 关于产品成本核算 我们进行一些理论的梳理 比如说 我们产品成本核算 核算的对象是什么 成本有哪些 要求哪些 以及我们核算的有什么流程 来看第一个 产品成本核算的对象 假设小老师 我开一家公司 我的公司有三种产品 A B C 我们第一种核算对象非常简单 我们以产品的品种 为依据来核算 我们开三个账本 第一个账本 记录A产品的成本 第二个账本 我们记录B产品的成本 第三个账本 我们记录C产品的成本 而这种核算的方法 其实就是 以产品品种为切入点 进行成本核算 更加适用于我们企业 是大批大量单步骤生产 管理上并不需要一些 生产步骤的一些信息 我们只想知道 一个总成本 到底生产A产品 对吧 花了我们企业多少钱 那有没有别的切入角度呢 其实也有的 如果我们企业 也是生产ABC三种产品 但是呢 我们这个产品 是轮船 我们企业生产轮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订单 不会说 一口气接个订单 100件 我们更多一个订单 一到两件商品 对吧 两个轮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核算内容是什么 可能是以每个产品 我们就开一个账本 比如A产品 是我们的轮船 A型号 A型号一个轮船 我们今天接了个订单 就这一个产品 我们开一个账本 第二天 我们又接了个订单 也是A产品 我们再开个账本 朋友们思考一下 当我们不是以品种 为核算依据时 我们是以产品本身 一个产品 我们开个账本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第二种 成本核算对象 以每件产品 为核算 也可以以订单 A我们 第一个订单 是A B两个产品 第二个订单 B C两个产品 那A B两个产品 我们开个账本 B C两个产品 我们开个账本 分别来核算 其成本 这就是我们 以批次和产品本身 为成本核算对象 而这种方法呢 适用于我们企业 小批单件生产产品 这一种产品 往往单价比较高 小轮床压 飞机 再继续 还有什么方法 去核算我们的成本吗 有没有 有的 我们是以产品生产 步骤为切入点 来核算成本 比如说我们企业 就生产一个产品 A产品 A产品是个火箭 而火箭生产呢 有三个步骤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那这个时候怎么核算呢 我们开三个账本 第一个账本 我们核算 这个火箭 在第一个步骤 我们发生的成本 第二个账本 核算这个火箭 在第二个步骤 发生的成本 第三个账本 是核算这个火箭 在最后一个步骤 发生的成本 而不是说 只开一个成本 来核算我们这个 火箭 A产品 这个时候呢 我们更加聚焦 在每一个步骤的成本 而这一个核算对象 更加适用于我们企业 是多步骤 加工产品 而且呢 我们管理头非常需要 每个步骤的信息 而我们这三种产品 核算对象 应用出来的就是三种方法 来看一下 我们的品种法 分批法和分布法 品种法 我们就针对产品成本 核算对象 是品种本身 我们A产品开个账户 B产品开个账户 C产品开个账户 分别核算其成本 而分批法呢 我们是按订单 或者每一件 我们订单1 订单2 订单3 订单4 订单5 以订单为依据 每一个订单 我们核算其成本 而分布法呢 就同一个产品 我们每一个步骤 要记得非常清楚 每一个步骤 开一个账本 来核算其成本 当然小道师的讲解 比较对吧 偏口语 这个开账本 在事物当中比较复杂 开账本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 其实就是一个实物操作 是一个形象化的 一个表述即可 这是我们的核算对象 到底产品成本核算 我们的切入点是什么 是以各个产品为切入点 还是产品生产步骤为切入点 不同的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我们又演化出一些 产品成本核算的方法 品种法 分批法 分布法 这些方法 在我们数本当中 也是更多的是 理论型的描述 并没有展开 因为展开就是我们 成本会计 这枚学科的 专属知识了 预设办的时候 掌握一下我们一些 方向型内容即可 那加工一项产品 它的成本到底有哪些呢 比如说有材料 我们现在想要加工一件衣服 这个布料 对吧 是我们的直接材料 加工的时候 我们这个燃料 动力 比如电费 水费 还有我们的工人的工资 以及在加工产品中 有各种的建计支出 比如说我们加工产品 这个生产线 这个设备的一个折旧额 比如说我们这个车间管理人员 这个人不干活 他管理我们干活的人 他的工资都属于间接费用 这些呢都属于我们 产品成本的各个项目 都需要记录到我们产品成本当中 接着 那我们产品成本核算 有什么一些要求吗 书本上给了一些要求 做好各项基本工作 正确划分 各项费用的界限 选择适当的方法 遵守一致性原则 我们要及时编报表 对吧 这些东西看一看就好了 都是一些程序型内容 考试的时候 不会说要去考这些内容 那接着 我们产品成本核算 有哪些程序呢 第一步我们要先确定 这个产品 我们核算对象是什么 是品种 还是产品本身 还是订单 还是不重 然后去思考 我们这类产品 这一个步骤 这一批产品 成本有哪些构成 工资 燃料 动力 原材料 各类接近费用 然后呢 去开始设立我们的账簿 收集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 开始核算成本 最后呢 我们获得我们 企业内部人员需要的信息 这个流程 也简单梳理一下 最后呢 在我们产品成本核算 也是有一些原则的 核本上说了有 受益性原则 及时性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 基础性原则 管理性原则 这些原则 我们 林基础 抢先学这本书当中 有一些解释 你课后得读一下 这些都是冠冕 堂皇的废话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它只是一些宏观指导 如果说你真的想学好 管理会计这边学课 这些越空的内容 你越需要提前学 重点学 可是呢 我们初级会计实务 管理会计不是重点 这些比较虚的东西 同学们 比较虚的东西 我们基础办法的时候 我要陪你捞一捞 考前 再帮你归纳总结一下 背一背就好了 而我们产品成本核算的重点 是一些比较实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产品成本项目 这些成本 我们该怎么去分配到 各个产品当中 以及这个分配的步骤是什么 有什么注意事项 比较实的内容 就是到底该如何 去核算产品成本 这个核算的过程 比较实 是考试的重点 而这个虚的内容 同学们 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产品成本核算的一些具体内容 即产品成本核算 到底是怎么核算产品成本的 来给我看成图 这是一个高跟鞋生产的一个车间 大家给我思考 对于企业来说 高跟鞋是企业的产品 那高跟鞋的成本 有哪些呢 来这些职工 是不是发工资啊 他的工资 也属于我们的高跟鞋成本 我们这个机器 折旧费 属于高跟鞋的成本 材料 也属于高跟鞋的成本 机器运转的电费 燃料费 动力费 也属于高跟鞋的成本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个车间 生产A和B 两种高跟鞋 而这个费用呢 我们在一个期间 一个月发生很多 我们产品成本核算 都主要工作 就分清楚 我们当期发生那么多费用 哪些属于A高跟鞋的成本 哪些属于B高跟鞋的成本 来A和B 两个产品 对吧 当期发生了很多很多支出 我们想知道 这些支出 哪些属于A 哪些属于B 我们接在小本门上 报给老板 来 开始 假设呢 我们的材料 燃料 动力费 当期发生了 250万 我告诉同学们 其中有100万 直接用于A产品的生产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100万 它就属于A产品的成本呀 我再告诉你 有100万 直接用于B产品的生产 那意味着 B产品的成本 也是100万 还有50万呢 它既用于A产品的生产 也用于B产品的生产 比如说高跟鞋的这个约材料嘛 这个50万材料 这个材料呢 对吧 A产品用了一部分 B产品也用了一部分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50万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分摊到A和B当中 怎么分摊 我们等于我统一讲 来 我们算出这个金额之后呢 开两个账户 两个小本本 第一个本本叫做生产成本-A 第二个本本叫做生产成本-B 我们刚才说了 有100万直接用于A产品的生产 所以说A产品G100万 还有100万直接用于B产品的生产 所以说B产品账本当中G100万 而有50万又用于A又用于B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标准 把它分摊到A和B当中 但A和B分摊的金额之和就是50万 假设呢 我们分摊好了 A分到20万 B分到30万 那就意味着材料燃料动力费用 导致A产品成本增加了120万 B产品成本增加了130万 而这个分摊我们等一会儿统一讲 同学们我们再往后思考一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燃料费 材料费 动力费 它是间接用于A B产品的生产 我们刚才上的情况都是直接 比如说就以材料为例 材料为例 这个材料它只用于生产A高跟鞋 这个材料只用于生产B高跟鞋 对吧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们都可以分清楚 再不计就是一个材料用于A和B生产 我们想个办法分摊就好了 那有没有可能性 一个支出 它是间接导致A B产品成本的增加 有的 比如说车间 是不是照明啊同学们 车间是不是照明 这个灯的电费 它要不要就得到A B产品的成本 要的 因为这个电费也是我们在加工产品过程中 不可避免所发生的支出 但是呢 它并不像材料一样 它直接用于A B产品的生产 那这种间接用于A B产品生产 导致到我们的材料燃料动力费用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记录到一个叫做制造费用的一个账户当中 这一个本本 对吧 我定义了 制造费用是什么 是间接成本 不是直接成本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本本里记录相应的金额 假设我们当期材料燃料动力费用当中 有100万发生了 它是间接用于A B产品生产 我们在制造费用的账户当中 预计记录 那行动学买 它是间接成本 也是属于我们的生产成本呀 等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统一 把制造费用的金额 以一个标准 去分担到我们的A和B成本当中 总结一下 在生产产品过程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你也是需要记录到产品成本当中 只不过 我们先通过制造费用这个账户来中转 期末再分担到我们的各个账户当中 我们讲完了 材料燃料和动力相关的成本问题 还有哪些成本项目 职工的工资 如果说我们有一批职工 他只负责生产A产品 想问同学们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些职工的工资 直接进入到A产品的成本即可 如果有些职工 他只进行B产品的生产加工 那就意味着 这些职工的工资 进入到B产品的成本 那如果说有些职工 他既进行A产品的生产 又进行B产品的生产 那请同学们 他的工资该怎么办 我们找一个标准 把它分担到我们的A和B当中 那如果说有些职工 他没有直接参与到产品的生产 是间接参与到产品的生产 比如说车间的管理人员 他管理了生产A产品和B产品的职工 管理人员的工资 我们要不要进入到成本 要的 只不过它是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该怎么办 进入到制造费用当中 最后 如果说有些职工 他没有参与到产品的生产 请问他们的工资 要不要进入到生产成本当中 要不要进入到我们A产品和B产品的成本当中 肯定不要呀 我们根据这些职工的工种 我们可以进入到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菜籍工程 同学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职工薪酬相关的一个内容 按照产品成本核算 在这里 主要看的是参与到产品生产的职工的工资分配问题 而间接参与我们进入到制造费用 也是到期末找一个标准 需要分摊到我们的A B产品当中 我们假设 同学们 直接参与A产品生产工人的工资是80 即到A产品成本 直接参与B产品生产这些工人的工资是60 就到生产成本B产品当中 那如果说有些工人 他又进行A产品生产 又进行B产品生产 他能的工资一共是20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标准 把它分担到A和B当中 假设我们A分了10 B分了10 一模一样 而最后呢 我们的制造费用 车间管理人员 他们的工资我们怎么办 就到我们的制造费用当中 属于间接费用 到期末我们要把间接费用 间接成本 我们分摊到我们的A和B当中 讲完了我们的工资 我们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 涉及到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属于我们的间接成本 有我们间接的一些材料费用 燃料费用 动力费用 还有我们的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 也是我们工人的间接成本 那除此之外 我们的间接成本 还有很多 小大老师这里帮大家归纳总结 比如说我们的折旧费啊 租赁费啊 保险费啊 各种器具的汤销饿啊 我们的水费啊 电费啊 对吧 取暖费啊等等等等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制造费用 假设我们企业当期 除了我刚才讲解的 100和80这两个制造费用 我们其他类的制造费用 又发生了60和60 分别是我们的照明费和水费 假设60 我们也是需要记录到制造费用的 当期我们制造费用 间接成本一共有300 那问题来了 我们这个300该怎么分摊到我们的A产品和B产品成本当中呢 怎么分摊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300分摊进去 包括我们刚才有一些直接费用 只不过他既参与A产品生产 又参与B产品生产 我们也需要分摊 既然是分摊问题 我们到底该怎么分摊呢 到底是以什么依据来分摊 其实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 假设呢 题目当中会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分摊的依据 比如说 用于生产A和B的材料 动力燃料费用 我们按照产品的产量来分摊 题目说了 我们A产品当期生产200件 B产品当期生产300件 我们按照这个比例去分摊我们这个50 200比300不就是2比3吗 所以说我们50的费用 有20分摊到我们的A产品成本 30分摊到我们的B产品成本 而用于A B生产的职工工资 题目说了 按照产品公式去分 题目又说了 我们这个公式A是500 B也是500 那就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把我们的工资予以分摊 你会发现 A产品分了10 B产品也分了10 而最后呢 这个制造费用 照猫画虎一模一样 你看看题目说按什么标准来分 如果题目也说了 还是产品公式 我们就500比500 1比1的比例 分摊到我们的A B产品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分摊的一个结果 经过我们刚才的一个讲解 我们的材料动力和燃料费50 我们按照2比3的比例 我们按照2比3的比例分摊到A和B当中 你会发现A分20 B分30 而我们的工资呢 是按照1比1的比例 500比500的比例 我们分摊到A和B 而制造费用呢 也是按照1比1的比例 分摊到我们的A和B 而这时候呢 制造费用我们就可以归零了 于左侧是收集制造费用 一共300 当期分摊 分摊到我们的A和B之后 我们制造费用 右侧就可以写300 期末是零 经过我们刚才的一个讲解 我们已经算出 当期生产我们200件的A产品 总成本是360 而B产品总成本是350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启一个支线问题 刚才我讲解过了 我们制造费用归及时 60和60 一个是水费 一个是电费 题目当中 可能直接告诉同学们 我们这个水费电费是60 我们直接写到制造费用的左侧 借制造费用 但是呢 在实际当中 如果我们企业非常非常大 我们用水诱电的需求也非常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有一些辅助车间 对吧 一个车间 专门去供水 一个车间 专门去供电 那问题来了 供水车间和供电车间 我们是不是要先算出一个当期供水的总成本 假设1000 当期供电总成本 那请问这个1000和1800都可以进入到制造费用吗 不一定啊 如果我们的供水供电还给我们其他部门 比如说管理部门 这一部分水费电费是不能进入到制造费用 转到我们产品成本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1000也要去分摊 去思考一下 哪些需要去分摊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的水费 我们是寄入到我们的制造费用 生产车间的电费寄入到我们的制造费用 非生产车间分配的水费和电费 我们按照这个车间 按照这个部门 我们性质来进行会计处理 可能是消费费用 可能是管理费用 而问题来了 我们这里水费电费的规级 包括水费电费的一个分摊 对吧 也是一个考点 只不过我们在预科班的时候 就不展开讲解 这里的分摊有很多方法 什么直接分配法 交互分配法 计划成本分配法 顺序分配法 代数分配法 就这个分 我们不讲解 基础班的时候再讲解 这仅仅是一个复线的一个剧本 我想告诉同学们 我们制造费用当中 有些水费电费 不是直接抄过来的 考试的时候 可能围绕我们这个水费电费 展开 让同学计算 到底这个水费电费是多少 回到我们的主线任务 经过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算出200件的A产品 成本是360 300件的B产品 成本是我们的350 再往后思考一步 因为我们企业的生产产品过程中 在一个期间到一个期末 我们200件在期末这个时点 可能全部生产完吗 300件B也可能全部生产完吗 不一定 假设到期末 我们A产品只有100件玩过 B产品有150件完工 同学们思考一下 那这个100件完工的产品 它的成本是多少 150件完工的B产品 成本又是多少呢 360和350分别是总成本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总成本 在我们的完工产品 和没有完工产品之间 我们再进行分摊 那已经完工产品 这成本转到哪里呢 转到我们的库存商品当中 比如100件 来看一下100件 150件 150件 这个总共200 这个总共300 我们当期A产品完工了100 B产品完工了150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把生产成本360当中 我们扣除 已经完工产品的成本 我们转到库存商品当中 这里有X代替 Y也代替 我们的已经完工产品的成本 转到我们的一个库存商品当中 那接着 那我们 生产成本账户余额是什么 生产成本账户余额 360减去X 350减去Y 这一部分金额是我们 剩余 还没有完工产品的成本 就是我们再产品的成本 来再继续 那这个360 和350 我们是怎么进行分担 怎么确定这个X 怎么确定这个Y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基础班 要学习的内容 就七种分配方法 来告诉同学们 我们该如何确定X和Y 不计算再产品成本法 巴拉巴拉巴拉巴 我就不读了 因为呢 我在基础班的时候 我会详细讲解这些方法 预合班我不想讲 因为意义不是很大 这么一个方法都比较复杂 同学们知道 我讲解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归集完一类产品成本之后 我们再进行分配 分配的是什么 是这个产品有可能完工 有可能没完工 我们再分一下 把这个问题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首先我们去思考 生产AB产品 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成本 把它分裂 然后呢 把这个成本分摊到AB两个产品当中 分完之后 你就发现 AB两个产品有可能完工 也有可能没有完工 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分摊 把分给A的成本 一部分分给再产品 一部分分给产成品 这就是我们产品成本 核算的一个总的流程 你去思考一下 一个车间生产AB两个产品 我们第一步 去计算一下 A产品成本多少钱 B产品成本多少钱 第二步 把A产品成本去分给 已经完工的产品 和没有完工的产品 好好思考一下这个脉络 这个脉络比细节更加的重要 那假设呢 我们360的A产品成本 有60是产成品成本 300是再产品 而B呢 有100是产成品成本 250是再产品成本 到第二个期间 下一个期出 我们A产品成本是不是300 B是350 在第二个期间 我们是不是要投入新的生产 发生一些新的费用 我们把这些费用 再分摊到我们的A和B成本当中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到期末 我们要再思考 这些成本 哪些要转到产成品当中 把需要转到产成品的金额 通过右侧来截转 就到库存商品账户当中 期末 金额就是我们再产品的成本 这个时候呢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 期出成本 加上当期新贩的成本 减去已经完工产品的成本 就等于我们月末再产品的成本 这个公式非常简单 小学的公式 同学们可以简单的数理一下 就是期出金额 300 当期又发生成本了 然后呢 有些产品完工了 扣除 剩余的不就是 再产品的成本吗 让他们一期 每一期这样合算 所以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章 主要讲解的是 管理会计相关的一个内容 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 是给我们企业内部信息 需求者使用的 我们的需求有很多 比如说成本需求 战略需求 预算需求 预业需求 投融资需求 绩效需求 和风险需求 每一个需求 我们都会提供先的工具 帮助我们 会计同学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 而我们 这一章 最主要的问题是一个成本管理 老板想知道 我们产品 到底花了多少成本 所以我们需要先去思考 成本有哪些类型 只供工资 调料费 燃料 动力费 对吧 一些进行费 然后把这些成本 分摊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 分给A和B产品 分给A和B产品之后 A和B产品又有两种性质 一种已经完工 一种没有完工 这时候要把产品成本 分到已经完工产品成本 和未完工产品成本当中 这就是我们产品成本的一个主干内容 这个主干非常简单 你看 而在我们基础班的时候 每一个主干都会衍生出一些细节 非常是复杂 而这细节呢 小道师会在我们基础班详细讲解 不要急 而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第七章所有的内容 我估计就半个多小时 40分钟的样子 我故意没有讲太深太长 因为一些细节性内容 现在讲都忘光了 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去把一到六章再复习一下 甚至说可以把一到六章 2021年基础班听一遍 但是呢 第七章 我真的不想同学们 再去学习 掌握一个脉络即可 那接着呢 马不停提 我们看一下第八章 政府会计基础 而政府会计基础这一章 它又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内容 它与我们一到六章独立 与我们第七章独立 它又是一个全新的内容 政府会计也是会计 只不过 它合奏的不是企业的经济情况 而是我们政府单位 而这一章呢 属于全书最不正的一个章节 讲的就是政府会计内容 考试了就考五分 我个人建议同学们 在预科班阶段 把它彻底跳过 即使我在零基础 抢歇学这本图书当中 写了一些内容 那是为了保证 我们这本书的体系的完整 在课上我就不讲了 直接跳过 甚至说基础班的时候 你都可以不听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性价比非常非常的低 你花十个小时听这一张 对吧 可能就能得两分 花十个小时去学资产 可以得二十分 你自己去选择 而且这一张内容完全独立 难度也高于我们财务会计 和成本会计 何必呢 所以说我归一不假 这时候呢 如果说你想学 可以去看一下零基础 抢歇学的内容 也可以去学一下2021年基础班 但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仅仅是想通过考试 初级会计考试 顺着说你考诸课会计时考试 你这张都可以不看 不是重点 最后呢 我想给我们零基础 抢歇学学的课程 对吧 画一个句号 总统认为都有一句话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不是说赶紧去解决它 而是去思考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产生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再去思考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当你了解 你的问题是什么之后 其实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一半了 好的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寄语 同时呢 我们已经学完了 一到八章的一个 预课班的一个内容 恭喜同学们 解锁成就 迈入大门 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 快一期时间呢 基础班 不要急 应该十一十二月份 我们基础班就要开课了 小档老师我和宾哥 讲解一套全程直播课程 如果喜欢听直播同学 可以跟着小档老师我的课 我的课的特点就是硬式 简短 比较幽默 我不喜欢就是一板一眼 去讲课 我认为 对吧 这过程偏枯燥 而且不硬式的话 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我也知道考初级同学 你们学习都 都不怎么爱学习 都是考前对吧 临阵磨枪 所以说没有必要 我的课程偏硬式 该不讲就不讲 哪怕政府会计 对吧 我估计每个老师都会讲 我估计我的基础班 可能也会讲话 我认为真的 我花五个小时 两届直播课 三届直播课 去讲一个政府会计基础班 对同学们初级会计提分 意真的不是很大 但都有很多老师 你真的想学的话 可以听别的老师的课 以上就是我们 零基础抢歇学的 一个主干课程 已经全部讲完了 我估计有这个 全套课程 也就七八个课程 到顶了 对吧 我是故意没有展开讲解的 因为展开的话 可能讲二十个小时 但我认为 会计这边学科 也不是很大 因为门槛比较高 这个阶段 你把我讲的内容 把它湿透即可 我们还有一个班次 结业自策题的一个讲解 同学们可以去我们的APP 去做一下我们 零基础抢歇学配菜的一个题目 然后呢 有时间可以听一下 我对题目的一个讲解 这一讲一下 即使题目 你做错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题目 很多都是些细节性的内容 想到是在我的课程中 都淡化了 如果你只听课 不看书 可能不会做 没有关系 现在不会做 不意味着你考试不会做 就对考试 还有很长时间 还差一个基础班的学习 小赛老师后续会在基础班的时候 把那些细节性内容补掉 帮你夯实基础的签计下 我们把这个楼盖起来 总结一下 解也在这题 做错也不要解 可以去听下课 我是你们的小赛老师 我希望在2022考季的基础班 当中与同学相见 拜拜